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 我的是佛佛齿 你好我是柯龙 我是Zoe 本期节目由Rochain正极座垫赞助播出 Rochain正极座垫是市售唯一可选择体型的正极座垫 底部独家支撑设计 座垫不易滑动 适合任何座椅 即使不搭配椅子 也可直接当作合适椅在地面或者是平面使用 上班没办法选择椅子 买好椅子放公司又太贵 现在入手只要一千多就能入手坐垫 轻松维持正确坐姿 点击资讯栏连接下单就能受享属专属52折优惠 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 很赞 好我们来坐吧 我们来坐 其实坐起来真的很舒服 其实讲到坐垫坐姿这个东西 就要讲到科隆你的物理治疗的出身了 那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职业病这种事情 就比如说你看到有人乱坐 驼背或走路姿势很差 你会想去纠正吗 会想骂 为什么会想骂 因为 这么讲好了 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这个年代 很多人就是看手机 或者是看电脑 然后做一整天的样子 然后一直做 他们的姿势很差 然后会影响到驼背 或者他们的腰会算痛 或者是他们的股盆会歪 因为他们会翘脚啊 那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的程度 所以 就比如说连我自己的学生 很多都是驼背的严重到要命 真的很夸张 然后他们也就是比如说 很简单 就是比如说 旋转机做一些几乎的 或是基本的动作 就是会被影响到 因为他们的驼背 跟他们的腰围 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会 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或是肩扛程度会影响很大 然后会很 你会很不舒服 跟你说 会很不舒服 其实我跟柯隆在路上走 他最常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走路脚会拖地 走路那个 你脚会拖地 然后鞋子 底根会破掉的那些人 柯隆总是会说什么 你都会说 我会说 这种人 你要是说什么骨盆会什么的 然后膝盖的那种人 我们撇开不是说懒惰 通常如果说你是 就比如说内巴 或者是你的膝盖是往内 或者是你的 就比如说你的脚 或是脚踝是往内 或是卡住什么的 我会看到 然后会很常会跟 周围讲说 就是这个人可能到老之后 或是四十五十岁的时候 他的腰一定会很痛 然后他的膝盖跟髋关节 一定是会出问题 搞不好就是要开刀去换 TKR或是TK 那个什么 THR 就是Total hip 就是整个膝盖 就是换到人工量 或是他的骨盆 就是真的是换掉 对吧 因为如果是一直 这样子长期来讲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或是的话 这个真的长期 真的长期会影响到 你的整个人生的生活品质 你会很不舒服 而且会很痛 到一个点真的会很痛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 这个是可爱 或是会怎么样 或是不会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那些老阿嬷 他们的膝盖 都是好像是往外旋转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有菱形 like a bow 你知道我看过吗 他们一定有愿意讲 他们走路痛得要命 他们真的是痛得要命 而且他们的活动度不多 这个会影响到 然后如果说 你爱跨脚 然后 你是说 这样子的跨脚吗 对 翘二郎腿 这样子跟这样子有什么差别 都不好 几乎上都不好 因为他们其实会 因为大家都是会有一个 会想要偏旋一个方面 就是左右边 可是你看皇室都会 或是你知道 贵妇们 或是一些你知道名模 他们都会这样做 对 但还是会影响到 对啊 只是对你的腰椎 还有你的骨盆的健康程度来讲的话 因为你的肌肉会被拉 那你一直长期做这件事情 然后走是单边 你那一只脚 那一只的地方 就是会被拉过头 那另外一边就是 可能缩紧 因为就是反正你要翘过去 这样子会影响到 未来 你骨盆 或是长端脚的样子 对 然后一边松一边紧 这个很容易就是被 或是很容易造成 就是药酸被通的样子 对啊 很长 所以 我自己也不喜欢 那种走路会拖地 脚都不抬起来 然后 或者男生 他们会把他们的钱包 放在后面的口袋 那你坐 你坐的时候 你的口袋 因为很厚嘛 会飘起来 那这样子 你的骨盆 根本就是你坐着的时候 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在 坐着休息的时候 你的骨盆就是歪 所以一边是要用力 一边要松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 长期后 一个长跟一个短的 那个事情 对啊 是不好 那你可以跟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听众 都是上班族嘛 可能一边听一边看我们的 一边听我们节目 一边工作 对 那你可以用 就是示范一下 到底正确的坐姿 怎么做才对吗 呃 脚方底下 然后 你 通常是听胸 然后腰围 跟肚子 肚子要缩好 就是腹肌要稍微一点用力控制 不要让你的腰围 就是吐到后面去 要让他坐正 然后听胸 然后不要这样子 不要slouching 对 然后收下巴 这样子是 不是那样子 有点过分 就是 呃 看到那些 就是比较 呃 有受 上过那种的 呃 每姿每姨的课程的人 对 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这样子做 这样 然后他们就是作证 就是没有到夸张 就是好像他们的腰是直接攻起来啊 然后他们的胸是听到不行 但是你的脊椎要直 脊椎一定要直 然后你的脚会并龙吗 冰龙 就脚会这样合起来吗 我是不会 女生可能是会 女生要啊 因为我不可能这样做啊 当然啊 但是你中间也没有叽叽啊 可是因为我们这样做 会让人觉得 女生你怎么没加 但女生脚要合起来 对 我是说女生可以 因为你们中间没有叽叽 对 男生有单单跟叽叽 所以这个可能是 你夹起来会 夹到中间那块 会不舒服 对啊 那同时 你不要当男生 然后这样子 感觉好像你要 spread给全球看的样子 在捷运上这样 或者是有一些人 在台湾会骑机车 然后他们 他们脚是这样子 骑到这样子 开来 这是你开什么东西 你的脚有这么大吗 不可能 他可能想通风啊 就是风吹 然后呼呼淡淡 就会凉快 是这么的湿喔 我不知道啊 是这么的湿喔 要通风喔 对吧 所以 呃 作战的方式 或是你的自视 就是脊椎要直 然后 你的 其实你的骨盆 跟你的长 大腿的样子 不要 超过90 几乎上腰差不多90 左右 不要高或是气 按照你这样说 做这个坐垫好像就 差不多 就达到那个要求 对啊差不多 就是你说的 不要脱背 因为他这样子做 就会不舒服 对 就会 因为他的那个腰 对 拱起来 对 对 那 因为身体健康之外啊 哦 也很注重心理健康 Zoe 对 是 你 这一起受到影响 在这个方面上 或者是呃 这一起受到影响 在 那个听众们的讯息是什么 然后你的心情如何 你是说因为心理健康吗 呃心理健康还有你的 就比如说因为身材啊 或者是有一些 呃 被什么 霸凌啊 霸凌啊 被霸凌啊 或者是要去什么 结生命啊 这些讯息啊 对啊 应该怎么说 因为我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但我觉得其实 心理健康 其实 更重要 是 因为我的身材的变性 嗯 一大部分是 也是同时是我心理层面造成的 怎么说 呃 我的心理压力就是 对因为我其实很注重就是mental health 这件事情 嗯 就是心灵健康这件事情 对 对因为这也是我 以前我不曾去 注意到的 嗯 你懂的是吗 因为以前呃 我学护理的背景 我们是要学心理学的 但我总觉得心理生病这件事情是很 离我很遥远的事情 嗯 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种 这种东西离我很遥远 但 真的等到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还是如此 就是 我也不能说遂受可得啊 就是 就差距就是这样 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 嗯 那其实我最近收到 我一直以来 其实都很长生 自从我们开了podcast之后 以前还没有 呃 自从我开了podcast之后 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 私讯 嗯 有可能是 呃 有一宗是想要出国 想要离开台湾 然后受不了台湾 然后想要出国的人 嗯 他们跟我们的心境分享 那有一批人 有一群人是分享他 跟他的伴侣的关系 的那种 亲 呃 夫妻或是情侣之间的那种关系 然后想来找我 抒发聊天 那再来另外一大批的是 呃 因为被外貌 身材被霸凌 嗯 就是被欺负 然后来找我聊天 然后觉得很痛苦的 对 那 其实我收到的时候 是很很难过的 对 因为我觉得说这是 你要就是 很无助才会找上我 才跟我讲这些事情 而且他们讲的都是非常 心底的话 对 对那近期让我印象印象最深刻 是一个高二的妹妹 高二 对 其实那个妹妹她她是真的纯粹跟我分享 她也其实也在信里面的就是她的讯息的结尾 跟我说就是她不希望被霸凌 她不希望被曝光 她不希望就是用我去分享她的故事 因为她其实应该不说不想分享 就是她不希望我去截图什么的 她可能只是担心而已 我觉得她的她的担心疑虑是可以 但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口述的方式 反正她就是收到 她被她班上同学霸凌一阵子 因为她的体型是比较大的 但她也不是矮 她也是稍微有点高 所以她高 然后加上她可能比较肉一点 更肉 就会变成是 可能就变得比较大致一点 然后她就被霸凌 这样子 然后班上同学都一直笑她 嘲笑她 但她也不敢回家跟她爸妈讲 因为其实很多人被霸凌之后 是不敢跟家里面讲的 对 对 那她可能在班上很孤独 反正就是她说有一天 就是被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在跑步 然后班上同学就笑她 说她是河马 河马 Hippo 我知道为什么 对 因为可能她就高大致 反正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霸凌的人心你在想什么 你帮别人取昵称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我因为 从小 发育就比较 丰满一点 我有被叫过卤牛 其实很难听 好自我上体育课的时候 我都不敢跑步 对 也许出了社会觉得说 哇大奶很棒 很羡慕你的大奶 但我觉得大奶有大奶的不愉快 对 很多 但我觉得这重底不是我的大奶 但我是觉得说 我听到很难过 所以她说她那一 大家在笑她那个想法 她一直不断 她的脑海从一直的 一直旋转的 一直围绕着 所以她就决定了 去结束她的生命 oh that's not good 她选择就是 用 因为她受不了 她说是长期的 她没有跟我确切讲是多久 但我想她会选择到 结束生命这件事情 一定代表是 不是短期的 不是一两天 一两个礼拜的事情造成的 那 她当然有被救回来了 可是因为她精神状况就不稳定 所以家人就把她送进去 精神病院 她说什么 去结生命 她其实没有跟我说 她说她选择 她就选择她选择自杀 ok 她说她受不了 所以她决定 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 但我相信 一定不是什么太 太比如说 一定不是什么 跳楼 什么的 因为跳楼 喝毒药 一定不是这种的 对 因为如果 她如果做这些 我相信 她也不会讯息我了 对 那她会讯息我的机缘 是她出院之后 她也半休学了 对 所以也许 霸凌的人 听得到这一集 我相信你们就知道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对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跟学校讲 但反正她就是休学了 那我想跟你们说 你们真的见 对 但是呢 反正她之后 她说她在里面滑 手机 然后看到我们的那个 我们有一集审美 差很大 欧美 欧美什么 就我们有一集 是在讲审美观 欧美的那个审美 对 就是我想要教阿卡 跟那个人的那一集 她说她看到那集 她觉得她真的被安慰到了 她觉得她心里面舒坦一些 所以她想要 讯息给我 然后跟我说一声谢谢 我给她鼓励 就是我看到 我觉得很难过 就是 青少年时期 我们大家 我们都不会去 把我们的心事 去跟人家讲 你知道青少年 我总觉得我自己是 没有人了解我 我是世界最大的 我觉得我这个好孤独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时间 是 就是没有人了解我 你们都不懂 这样子 对 可是 我觉得她愿意跟我讲 代表她真的很需要帮助 那我其实我很喜欢 很开心 能够收到这样的 资讯 那除了这种 还有什么 除了身材 还有戴眼镜被霸凌 不是全台湾都是戴眼镜的吗 她说她是因为 眼睛从小近视 所以她戴的眼睛是那种 戴上去之后 眼睛会放大的 你知道有些那种眼镜是戴上去 是眼睛会看起来的大一点的 对啊 然后就会有人笑她 或是有些人是因为 她的原住民身份 或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 她有皮肤白化症 就身上白白的 OK 对 然后或是还有人 白皮肤是怎样 不是不是白 不是你这种白皮肤 是白化症 我知道 我是让你在说什么 但是就是变白这意思 对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她比较高 OK 对 或是有些特别矮的 这样就是 各种你想得到都会有 然后还有就是 她可能是因为她的性向 而被霸凌 她可能比较阴柔一点 懂 她不喜欢 她不像扮上男生 因为你知道 国高中 台湾的那个国高中生男生 都会去打篮球 下课就会去打篮球 对 那她可能不喜欢 她喜欢在教室里面 跟女生一起玩 对 或是以前像我们 就是有些学校会有家政课 家政课就是可能 那堂课会教你煮菜 然后煮蛋糕 对 然后缝东西什么的 这个我知道 对 她就说她也喜欢 她就不喜欢 然后班上男生都会笑她 然后因为 她就是说 有些时候就是 她的说法 我在想她应该是跟我 差不多大吧 我也不知道 她是说 那时候 她是说她那时候 没有那么的 gay或是LGBTQ 这种东西 并不是那么的发达 对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 这么的 open 支持 对 没有那么多支持 所以她说 她很常被人家笑 就是很娘 死gay 然后娘泡 什么 就不好听的那些话 她说带给她很多阴影 导致她现在也不敢出柜 因为她叫她怕被笑 我觉得 就是 其实看到我觉得很可怜 就是 这个年代应该是 最好出柜的年代 你现在出柜的话 没有人敢笑 你敢笑的话 真的是 对啊 那个人的生命就毁了 我觉得 很很 听得很难过啦 是 要多大的勇气 才能来私讯我 嗯 这样子 那你看吧 你有帮助到很多人 就 我前面有说啊 为什么要让你出来 就是因为你会帮到很多人啊 帮助到很多 很棒啊 对我也 Good job 我觉得很荣幸 同时也难过啦 我觉得很荣幸就是 你们听众们 赐予我这样的purpose 我不知道purpose怎么犯 就是这样的 你的 存在的意义吗 但这也不是说 应该说不是存在的意义 你的这个人的 你们赋予我这样的 You're perfect like You're they support they accept you as a part of their life to help them recover that's what you can say yeah yeah and i think that's a great thing 很棒啊 那 想要问一下 很多听众们 去找你 就是 有发他们的心情 那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第一个 那就比如说 例如 你 什么 我很擅长 擅长吗 听众人 就是有这种的 听人讲话 是因为你 就是比较容易 就是让人家 就是有一个安全 或者比较安心的 心态 去跟你 就是分享这些事情吗 或者你就觉得说 就是你看起来比较 like innocent 然后比较很会听话的 那种人吗 你觉得是为什么 那你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从小就会 还蛮多人 会跟我找我谈心 是哦 对啊 我很多人会跟我谈心 所以我很多的时候 会知道很多人 一些比较深层的 一些秘密 对 像比如说 我之前有朋友 是在八大做 但是他没有跟别人讲 他是八大 对 对 他跟我讲了 他跟我讲了之后 他也跟我讲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 是 正常人不太会 去讲这些事情 也是 对 或是这么多的视讯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你来说好了 你觉得我 散发了什么样的感觉 让人觉得说 可以跟我主 就是说你的心事 或是想为我 对我掏心掏肺 因为在 这个节目的定位中 还是有些人觉得说 我不喜欢聆听 我喜欢讲 我喜欢掌握主权 对 那所以那不论你 来依你的角度来告诉我 为什么 或是 或是听众 你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当初是什么样的心态 会想要去 讯息告诉我 或是跟我抒发 你的心情 其实我真的也不太知道为什么 对 你问我也不知道 你是我老婆 所以我随便要跟你讲话 就是可能是因为 我找你跟你讲话 我觉得 也许我给人的氛围吧 Maybe 我真的也不知道 这样实在的 那你的感受呢 就像我说的 我觉得很开心 很荣幸 但同时有时候 还是会觉得有压力 你要记得 我还是有遇过 就是有人跟我 就是讲一些事情 但是他很明显 他走不出来 或是他没有办法 听进去我要讲的 对 那他又来寻求我的意见 我就会 我就会很 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 我反而这个事情 就会变成是内耗 我的感受 我就会觉得 感觉好像变成一个责任 是不是我的错了 我是不是帮不到他什么 是 对 我会有这样的心态 这样子 所以你说我 呃 是什么个性 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 那会不会是因为 我被算命攻击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 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 因为可能对有些人 会觉得来说 我是公众人物 或是我是半个公众人物 对 可是 public figure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 所以可能在相对之下 当我经历过这些事情 他们会觉得说 哇 有个公众人物也经历过我 自己在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我感投身受 是 对 那或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我很喜欢看书跟写字 我用看书跟写字 来抒发我的心情 对 那我会在我自己的 我的页面上面 去抒发我的心路历程 我的想法 所以可能很多人看了 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可以适合去聊天 所以其实我不反对 我其实还蛮喜欢收到 粉丝给我的长篇打论 我可能没办法及时的去回复 或是看到 但我其实有空 我就会慢慢的去 把他一个个 变开来回复 那当初那个算命 他们有来攻击的时候 你的心情 你的心态 你的心理的状况是如何 然后当下 那个当时 如何跟着人相处呢 然后你的考虑过 你有考虑过那个 找consular吗 对 就是心理师吗 那 很难过的时候 你怎么别开自己 同时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那你要怎么处理 这些事情 其实那时候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讲什么 很有争议性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为什么都不能 针对我的主题去回复 而且要对我人身攻击 最近那时候我真的很难过 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哭 哭到一个不行 然后我还把我自己 关在厕所里面哭 我记得 柯隆都会 他真的很安慰我 他真的是气到说 要一个个检局报警 这样子就是去告他们 但是我 那这个东西可以告啊 但是我不知道 哪里来的毛病吧 我就说不要 我们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也许他只是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还是有自己的 对 当时的我 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 一直觉得说 算了算了算了 放过别人 放过别人 其实我到现在 就会很讨厌我这样的自己 我很讨厌我自己是 一直不断的去为别人思考 然后一直觉得人性本善 他们是无疑 我会一直帮他们找借口 所以到现在 我其实反而我自己改变很多 我当时真的很难过 我每天都在哭 我哭到一个不行 然后 我也没有很想要出门 那时候柯隆 他就是会每天安慰我 这样子 那我就真的觉得很难过 那如何跟人相处 我觉得我的心境 转换得很大 怎么 怎么说 可能说很多人 会不喜欢听吧 但是我觉得 我一直很秉持着 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 这个词 就是人的性格是本善的 可是自从我开Podcast之后 我这个 其实这句话 在我心中 已经慢慢产生了 很大的问号 我知道我们的听众 很多真的都是善良的 会支持我 他们的那些讯息 鼓励我的讯息 真的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然后支持着我 我那时候没 我都不敢开手机 但是我一开 然后看到那么多的讯息 其实真的是很鼓励我 我真的看到是很开心的 我没办法一个个回复 但是那时候 我是很开心的 就觉得说 其实好像身边 真的还是有那么一群人 支持着我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感动的 对 对 所以 我都知道说了 在我心中 是真的有打上了 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我觉得 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 你没有啊 但是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的 这么的 这么的 就是这么讲 很无奈 很 很 无关别人的感受 也是很无知 他们就觉得说 反正你就是在网路上 有自己出现 你要创造自己的样子 那 反正你就是要 你敢这样子出来 那你就是要敢去受 接受我们这么说的 但其实我觉得说 这个不对 我会觉得说 对 确实我们是出来的 在网路上 在一个public space里面 然后你要怎么说 OK 随便你要怎么说 但记得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怎么说 如果觉得说 这个在一个法条内 是不应该要这么说 那被我截图 那我要去法庭告你 那你也不能反抗说 哦 为什么你要这么玻璃心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只是说一句话而已 你敢说 那你要自己去承认 你要承认 你有做这件事情 这个行为 就很多人都会说 在台湾的交通一样 很多人就是会乱七 乱开一大堆 那很多人就是会去 超速或是什么 然后他说 哦 反正你超速 就是你自己活该啊 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要活该啊 好啊 那你自己的嘴巴又很击掰 那你自己活该啊 如果你某一天被告 或是某一天被颠出来 那你不能把你的手指头伸出来 然后就是说 哦 你怎么呢 你怎么怎么样 你很不理性 你很脆弱 怎样 OK 也不是应该是说 我很脆弱 我就觉得说 你活该啊 你敢这样子说 那没关系啊 反正你自己要惩罚 自己要承担啊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对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讲 我觉得 这个这一趟旅程 我真的学到很多啦 尤其加深就是我更想要 帮助更多人嘛 听起来真的有够变态 被骂成这样子 然后还想帮助更多 不会啊 就是你知道 就会很想继续录音 然后我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我的改变 其实那时候我还在跟克隆看影片 其实我从 我从以前 就是因为我跟讲 网路上面骂我的氛围两派 第一种就是攻击我身材的 第二种是攻击 因为我跟老外在一起 就无非这两种 对 那其实 攻击我身材是最大众的 对 我从以前42公斤 然后我从半年内 胖了大概40 50公斤吧 我不知道 我人生天风 我真的不知道 大概是多少 然后就在半年 你们要知道 一公斤要7700卡 是啊 我在半年内 六个月 六个月 然后不过几个天 180 180天 不对 对啊 180 180 180几天内 长了 40 将近50公斤 那根本如果我今天 就是光吃 就扮演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真的可以参加健美 或是大力士 就是你知道 蒸肉蒸这么多 多少人蒸肉 真的这么辛苦 我不是 所以我真的就是 很明显 生病 因为我那时候连吃 我几乎都不怎么吃 我真的就是 大概就是 我真的吃也很少吃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胖了受不了 然后到 现在瘦下来 柯隆那天还给我看照片 我大概起码到现在 从我人生巅峰到现在吧 我已经瘦了起码 柯隆说起码应该有20 应该有20吧 因为你曾经应该是 真的有接近到90以上 对 大概就是20几公斤 才花了我很多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 很多人觉得说 我就是管不了酒 我贪吃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对我来说 是很痛苦的 那在这段时间中 我其实是 真的体会到就是 每个人的美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管你的性别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觉得没有人 有任何资格去评断你 对 我觉得美的定义 是要你自己决定 用你自己内心去看出来 你的独特性才是你 就是你真正使你 美丽的原因 对 外表真的会老去 你可能会因为 像我生病 你可能车祸 你可能各种因素 导致你的外貌 逝去了 可是你的心 如果不逝去 你的美丽 一样是会存在的 对 我不是要鼓吹就是 哦大家胖胖的美 要让我维持 没有 我也还是一直不断地努力 在减肥中 但我觉得真的是 你要活出你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要为自己而活 这件事情很 很重要 对 对 那有没有去找 找心理直上师 没有 我没有想要找心理直上师 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身边的人 尤其是柯隆 他给我了很大的陪伴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 可是我曾经有找过心理直上师 在我就是过往的人生中 我有找过心理直上师 对 对 那 做到心理直上师 我想问问就是 因为像台湾的心理直上师 呃 现在还是慢慢在成长中 对 对 开始有些很多 身心科诊所开始 那我想知道 美国的 心理直上师 跟治疗 就你所知的就是 真的是 价格会很贵吗 然后是 环境真的就像 欧美的那种 电影演的 那样就是 呃 你的一个人 坐在那边这样子 然后你就躺在床上 这样子 对啊 这样子 就反正 美国跟台湾的 最大差别 就是美国是比较 有 成熟度 在这个部分 就是 台湾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还没有 没有 没有完成的出来 怎么讲 就是它是慢慢的 it's like infantile it's like very and it's in its infancy 它是很 就比如说一个 儿童的样子 ok 它是有存在 但是它是慢慢的带上来 那美国已经有 在很久了 又存在已经 40年50年60年了 很久了 然后 很多心理师 就是从美国创造出来 或是欧洲创造出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是在那个环境 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们的概念 在这个东西上 是比较 呃 开放一点 我们不会觉得说 呃 还是会有人 就是不想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会比较多人 最近有比较难够去接受 说对 我需要帮忙 对 那 在电影里面 啊 当然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在旁边 都说 嗯嗯嗯 对 那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一个人 就是躺在沙发 然后就是躺下 然后对 我让我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然后就可能是一边哭 然后一边讲一些 什么话 然后就 呃 How did that make you feel 你知道吗 对 还是会有一个 SOP的方式 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朋友 我连我的最好朋友 呃 也是一个心理师 他是一个psychologist 然后 他唯一一个 讲出来的事情就是 你的 心理里面 跟你的 生理 他们两个东西是 配在一起 他们不能分开 就比如说 呃 很多人就是会去 去精神课 然后就是配一些药 药物 然后就吃一次 然后就OK 这个治疗的方式就OK了 就给你走没关系 但这个就是 生物的部分 就是 this is the this is like your body your brain 但是你的 brain 以外 也是有你的 mind 你的 mind 就是 你的 你的 consciousness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反正这个东西 呃 你必须要 调整出来 就比如说好 你 有人说 conscious意志 意志吗 意识 意识 you mean subconscious no conscious consciousness like your your thoughts 我想到 我有存在 therefore 我有存在 这是这个东西 好 你的 你的意识 这个东西 其实是 跟你的头脑 是连在一起的 他们不能分开 所以等到 你就是 只能用摇物 去治疗 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是 盖上去 一个伤口而已 算 算是一个 okbomb 那你必须要 去躺开来 或是资料出来 原本的原因 创造处的原因 就是原本 一开始 那个最大的地方 才有办法 可以把全部 和好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的话 那就不管你用 多少个okbomb 还是会流血 对啊 一定会 那我的朋友 就是会 说这个东西 是必须要去做 你没有办法 去做的话 其实你永远 就是会 早餐问题 可能是不同的方面 或是不同的 来原因 但是 一直从 原本那个点出来 因为你会 associate 你会 连在很多东西的上面 那这样子 就会带到 最后一切 就是越来越糟糕的样子 或者可能 就是永远走不出来 或是改不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有 有 有 两个都在一起了 对 我想知道说就是 在美国 我们讲以美国好了 当你说出 你有mental health problem的时候 你有心理疾病的时候 不会有人闲言闲语 说一些话吗 应该是说要看 因为在亚洲 你说你只是我心理疾病 其实很多人 是会用异样的眼光 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你 对 但是 同时 我会觉得 就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个酒鬼 然后 你就是 告白出来说 对我就是一个酒鬼 我需要帮忙 对 还是会有人笑你 还是会有人扛不起你 但是 最被惩罚的是谁 是你 是你个人 你本人 最被惩罚的人 就是你本人的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你最需要的 就是处理你自己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好好地针对 或是好好地面对 你自己的问题 那你就是 你会毁了 那 笑你的 我笑别人还是 比如说我今天笑你 你是要我面对我自己 还是你喝酒的人 就比如说好 你是酒鬼 然后你要解酒 你要做这件事情 那会有嘲笑你的人 是没有错 那你不要理他们了 他们的这种 他们的角色 在那边的生活中 并不需要 并不重要 因为如果嘲笑你 他们敢嘲笑你的 就等于说 他们不尊重你 就等于说 他们其实不是你的好朋友 好朋友 其实在一个手上 可以算出来你有多少个好朋友 如果你有好几个 二十三十个 那他们不是你的好朋友 你可能认为他们是好朋友 但不是 并不是 发生最大的事情 在你的生活过程中 谁留下来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可能是真的是 rock bottom的时候 谁又在 因为很多人的人生 他们的人性 人 我们人类的心态 就是这样子 人过好 我们想要靠近 人过不好 我跟你无关 我看你很邋遢 我看你很 你现在你的 你的 你的人生很糟糕 你都是都没有钱 然后你穿得很邋遢 然后你感觉每天都是一直在 就是 在一个循环里面 就是感觉很不好 很负面 的时候 我就是不想要 有跟你关系 但是你很有钱 你很有名 你人很漂亮 你很成功 哦 我跟这个人 真的是好关系的 他是我的好兄弟 你有没有看过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 所以 你最惨的时候 有谁又留下来 有愿意跟着你 愿意跟着你走这一切 是你的最好朋友 是真的你的好朋友 其他人走 就是有认识的而已 他们的单位是认识的 对 我有认识这个人 对 所以 跟酒鬼一样 你如果有碰到你的酒鬼 然后他是说 我需要这个帮忙 有人会去帮忙 是没有错 那有一些人会说 我靠你死什么病 你觉得你自己是酒鬼 你自己处理好了 或是会觉得说 哇 你好烂 你是自己要喝到这样子 你真的五酒 好啊 反正你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不要靠近这个人了 所以某一天 这个人有稍微 整理一下他的样子 然后又起来 然后去成功 你也最好不要靠近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他们会等到人 真的成功 大成功 大赚钱 大普光 大有名的时候 原本一开始说 这个人怎么样 最后他们是那一个人 跟他们所有的当下的朋友 讲说 我有认识那位 我们人是很久了 怎么样 他们是第一个人去说出来 他是原本也是第一个人 去讲你的坏话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不需要去理那种的人 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最好去找帮忙 然后人 好的人 有善良的人 会留在你的身边 就是你的好朋友 其他人就不要理 不管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父母 或是谁 他们不愿意 听进去你的问题 或者不愿意 去帮你这一切 那他们就是 不关你的事 那我想知道 你们是从小就有 教育吗 还是怎么样 会让你们知道说 比如说 我有问题了 就去寻求帮助 比如说 AA 对 或是各种互助会 你们有所谓的互助会 然后或是说 你们还会有婚姻咨询 这个我们在很长的电影 都会看到 像例如最有名的 就是史密斯任务里面 这样子 婚姻咨询 对 这样子 或是各种很多美剧 都会提到 marriage counselor 就是这种 夫妻两个人 去找智商 我想知道说 就是什么样的观念 是你们从小就有了吗 还是说 为什么你们可以 这么的轻松就讲出 我们两个需要婚姻咨询 然后对方 你都会觉得很OK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我今天是在亚洲 一对夫妻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 需要去婚姻智商 那一对夫妻 可能百分之八九十 就会觉得说 好丢脸了 我要把事情往外贴 这样子 要让任何陌生人知道 我们不幸福 我们的婚姻要遭到 要找智商 什么的 就是那有必要在一起 就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 其他国家的想法 但我说可能也许 大部分台湾人都会觉得说 蛤 要找到智商 有这么严重 我会觉得 美国的话 其实 这么讲好了 我们从早 就是会比较难够 去接触到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有拍很多电影 或者是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会去 被影响到 我们会看到 我们从早就会看到 那 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 这些东西 就是会放在我们的 可能是潜意识里面 或者就是放在我们的头脑 我们会知道 这件事情有存在 但是很多东西 就是会介绍 或是给另外一个 就是给你看另外一个镜头 就是 这个不一定要丢脸 反而这个东西 可以救 这一切的感情 或是可以救 你的 你的 你的心里的健康 这个东西都有帮助 为什么有存在 就是因为它会有 一个帮助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范围 那 我们当然 就是你是说 从小 从小的话 是会看到一些 有了没了 可能去贩问 或是会去谈 那慢慢的长大 会接触到更多 可能是有朋友 或是有一些 同事 或是同学们 就是他们的家 家里里面 或是他们的 一些认识的人 就是有 有做到这件事情 可能是有一个 couples therapy 或是一个 marriage therapy 我们这边是先 撇除美国一些什么 连环杀人犯 变态心理魔 校园枪 我们先撇开那一些 心里真的生病 很严重的人 我们先讲就是 我们现在focus在的是 会找智商的这一区 对 这种的东西 其实是一直都会有 有存在我们的环境 尤其是我们的高中 国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有人 就是student counselor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 同学 或是有一些人 真的是遇到一些困扰 或者他们在 在课板上里面 就是没办法去 好好的读书 或是他们一直分心 或是做一些行为 会被通知到 那个student counselor 那那个就是会去判断 看这个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是 有可能是 爱生气 就是可能是要去 anger management 然后就是看一下 里面的一些 心理的问题 是早晨 这些的范围 的来与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会慢慢的 资料出来 那什么意思 因为我突然想到 那个亚当三折热的 对啊 做狂管训班 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 这些东西 或者是可能是 有一些人在 做吸毒 或是喝酒 然后他们可能是 高中国中生 那我们就会去问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 你这么年轻 你还是有这个行为 是怎样 那很多都是可能是 从家庭开始的 就是可能是被打 或是被 什么 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发生 但是不好的 那一面会影响到 这个小孩的表现 我们都会看出来 或是会去判断出来 或是会去找出来的原因 那这样子就会 按照资料的 SOP去给他 所以 我们都 或者是就比如说 连我自己 有一些人 在我的家庭里面 他们的 本人的感情不好 那就会说 就是 我们要去找 couples therapy 或是 marriage therapy 就是 找方法去救了 救这个感情 对 所以我们是 比较开放在这一点上 了解 那 对于有人说 忧郁症就是不知足 公众人物 就是要接受批评 这句话 有什么想法 忧郁症的人 就是不知足 不知足就是 那个 not satisfied 不满足 不满足啊 公众人物 就是要接受批评 我觉得 公众人物 就是要接受批评 我觉得 这句话 可圈可点 公众人物 可受批评的是 他的言行 他做出来的一举一动 他的 他的 他的身教 应该怎么说吗 就是他做出来的行为 或他说出来的话 他要负责的是这一些 但是 他的私生活 就是他 我觉得应该说 比如他的 他的爱情生活 或是 他的身材 他的外貌 我觉得都不是在批评的范围内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会留言说什么 你们身为公众人物 就是要被批评外貌吗 这什么狗屁话 我真的是不懂这个逻辑 对 或是有些人会去问 一些女明星 你知道亚洲 真的很爱问 女明星发福了 然后就要问说 你怎么最近胖了 你怎么管你屁事 我觉得真的很无理 就是 我胖不胖 管你屁事 真的是什么 事实上你管我吃你家大米的吗 对 对啊 这是我觉得很 很 很无知 就是 很没礼貌 我觉得 然后而且重点是 因为台湾媒体 因为亚洲媒体 应该说这样子吧 我不知道 就是台湾的媒体 这样子而塑造了 人民 他们拿什么东西 喂给人民 人民就会拿这样的方式 去面对他们生活中的一切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是可以肆意的去批评 公众人物的身材跟外貌 对 你管人家要不要整形 你管人家要不要怎样 随便你啊 你还不是看得很开心 你还骂什么骂 对 我们公众人物 我真的不觉得 自己是公众人物 但你公众人物能受批评 真的是他的言行 而不是他人家的外貌 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 忧郁症的人是不是不自主 我觉得这句话 很可怕 对 对那一个方面你说 应该这么说好了 我很开心 我们能够谈到这一集 对 那听到这边的观众 我也是很开心你能听到 因为我觉得 mental health真的很重要 对 其实像台湾啊 国庆日10月10号嘛 对 对不对 其实是台湾的国庆 但其他同时也是 International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对 他其实就是心理健康日子 对 那其实忧郁症的人 他会表现得非常的很 暴怒啊 易怒烦躁 所以很多人大家看起来 会觉得说他很不知足 不满足 但其实是因为他们生病了 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想法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 走不出负面情绪啊 或是抗压性太差 意志力不够坚定啊 或是忧郁症只是压力造成 这根本是差很多的 对 其实生活中是要有压力 但是不能过度 对 对 因为像其实 我也深受忧郁症的困扰 是 对 其实因为我的就是 呃 我现在好很多了 但我的忧郁症呢 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了 对 其实 距今也差不多八年了 对 对 那我其实是非常多的因素造成的 就是因为我 其实是 我自己最讨厌的就是 我是圣母性人格 圣母性人格 对 就是 我没有办法说no ok 我没有办法拒绝别人 是 而且我有完美主义 我 对我的工作上面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希望一切都做到完美 然后再加上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我不想让我周围的人担心 我想让我身边的觉得 我看起来很开心 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很开心 然后说我当我讲出说 我也不想让我周围的人担心 或是 不快乐 我想当大家的开心 我想当大家的小太阳 所以我就一直隐藏我的情绪 所以很多人都说 看起来快心开心的人 他可能有犹豫症 这是真的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 是一直到克隆跟我在一起 他也才慢慢发现这件事情的 他一开始 你应该是一开始不知道的吧 有一些正确的一些表现 我可以看得出来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我才会有去慢慢的 的 躺开来这一切 我们第一年就知道 对就是 我在人前看起来好像很快乐啊 不在意啊 就是你知道 开心过 然后跟大家一起派对 跟大家一起玩 但其实我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内心都在死去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时候我的人生 就是我感觉 我要自己把我自己吞死了 就是我 所以我也很害怕 面对那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努力 很努力的工作 我让我自己超时工作 然后我超时工作 然后结束之后 我下班之后 我就去喝酒 我就喝到挂 然后我再回家 然后再工作 因为我不敢我一个人 我不敢让我自己 有时间独处 我也不敢思考 因为我只要一个人静下来 我就会哭 我就会发呆 然后我就会发呆 然后就在那边坐了 就坐了四个小时 对 什么都没做 我就在那边发呆 然后坐了四个小时 对 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 我真的很努力 想要好起来了 就是我觉得 我好努力的要去活着 对 可是我怎么好不起来 我是不是有病 我是不是不值得 我懂 对 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 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一直去大量的工作 然后导致我那时候的工作量 大正在起来 那公司的上市 就给我很多压力 所以我到现在至今为止 我还是很害怕 听到Line的声音 对 我记得 听到Line的声音 我会很焦虑 我会很焦躁 我会很暴躁 然后只要我的Line 连续响超过三声 对 我就会说谁啦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心情就会很暴躁 克隆就会感觉到我整个人 对啊 我整个人会沉下来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真的是PTSD很严重 这样子 那 呃 我是花很久的时间走出来的 真的 你问我到现在走不走出来 我觉得他其实一阵好一阵坏 一阵好一阵坏 所以你有时候感觉不出来 那其实很多人会常问说 那 那我到底该 怎么去陪伴这样的人啊 那喜怒无常很可怕 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我也很感谢 克隆他的 陪伴 对 所以 因为我的那时候 有时候 我跟他还没在一起之前的时候 因为我是单身 所以 我的喜怒 哀乐无常 都是我自己在接受 我自己在吸收 所以克隆根本不知道这些 就是不会知道 可是我们在一起之后 他会在我旁边 他竟然感觉得到 所以我觉得 呃 我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陪伴吧 你要慢慢的去 躺开来跟 透明的去理解 要彼此理解 了解你的 你的另外一半 呃 慢慢的看 不只是另外一半 你可能是你的好朋友 我觉得你不要 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 千万你 你千万不要就是想要 跳下去救他 然后或是 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会带给我们 很大的 压力 会觉得说 我赶快好起来 我赶快好起来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我会让对方担心 我会让我的好朋友担心 所以其实压力会很大方 我会 好不起来 然后或是还有说什么 就是加油啊 你赶快好一起来啊 你不要想太多啦 你就是想太多了啦 这样子 你家有一点可以走出来啦 什么 这个其实会让人压力 更多 更大 就像 就像你不会去跟 像你脚受伤 你脚受伤 我不会说 加油啊 赶快好起来啊 赶快好起来啊 我会说什么 你要多休息 你背受伤 你肌肉要伤 你韧带断掉 我不会跟你说 加油 赶快好起来 加油 你会好很多的 我会跟你说 你要多休息啦 它其实也一样的 心理疾病 其实跟外貌的这个 是一样的 对 但休息应该是 有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说 就是你的心理的部分 不是多休息 你心理的部分 可能是要去谈 或是讨论出来 或是有 找出来原因 对 这个东西要去找 是不能就觉得说 就放着会不见了 它其实会跟着你 对 它其实是会跟着你的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专线 就是很多的咨询管道 我发现慢慢有变多 像譬如说台湾就会有 防自杀的专线服务 或是张老师1980 生命线1995 我想知道就是在美国 你们有这种东西吗 有啊 说suicide hotline吗 对对对 有啊 有啊 但是 怎么讲 打suicide hotline的人 通常不是要去自杀的人 通常是那种 就是被 他想要一点 最后的关注吧 我觉得 我想他 就是他最后的呐喊吧 可能吧 但是我发现 其实suicide的人 通常 不太会说啊 不太会说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带电话那个号码的人 通常是他们 被自杀的人 抓到的人 怎么讲 你知道我意思吗 比如说我要自杀了 然后被你发现 对我通常 然后你打电话 对 然后去问一下 要怎么去 赞助你 呃不是赞助你 那个 阻止你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两种 一种是就像你说的 他不会去说 对 第二种的是 他曾经有 散发出求救讯号 但他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对啊 然后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有病 然后我要寻求帮助 所以 我还想继续活下去 对 的人 因为 我就是那一种 我还想继续活下去 我的人生还有很多很 棒的事情 是 我还想继续活下去 所以 我寻求帮助了 嗯 对 可是 呃 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敢说出来的 对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说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那样的Hardline 不一定是只有 不一定是只有 呃 想自杀 不想自杀的人去打 是啊 是啊 我觉得这些专心很棒 去能够寻求帮助 我觉得很棒 你愿意说出来 我觉得就是很健康的一步了 对 对 不说出来 我觉得反而才会让人更难过 对 那 呃 有心事的时候 会通常会希望对方怎么做 为什么呢 这样子 因为像我 对 你的部分 因为像我们两个 柯 柔宇是理性派 我是感性派 对 你跟我的话 你的感性 你是感性 你是理性派 我是感性派 对 大家听众们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我是很非常感性的人 柯隆是非常理性的人 对 这样子 我们通常会希望先给安慰 还是先给建议 要看事情 应该是你的部分 你想要安慰 不是 可是有时候我们是看事情 是针对事情 但如果像我们两个 有心事的时候 对 安慰吧 我会想要安慰 我是走安慰走向 就连你有事 有心事 我也是第一个给安慰 柯隆是给建议 柯隆真的是给建议 对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 真的很差的时候 我跟柯隆讲 柯隆就说 那你就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不要听这个啦 你抱一下我 你会死啊 但这个 我觉得说 这个也是跟 会关于女生跟男生 对 的概念 跟他们的想法有关 就是 他们有一个说法 会说 女生都想要听到 他们想要被听到了 就是想要抱怨这个困扰 然后稍微安慰一下 或者是想要 稍微发脾气 或者是 反正把内心的事情 发出来 给大家听 大家看 然后稍微被安慰一下 然后男生是 你跟我说解决的方式就好 那我就解决了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 有时候我会听到 比如说 一些人 可能是女生 可能是你 或是别人 会跟我说 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他们的问题 然后我会当下 就是开始 就是好 你这个问题从哪一开始 然后你什么样 怎么样 然后他们讲完之后 就说好 那就是最好的方式解决 就是A要做这个 然后B再来是这个 然后C 如果是A跟B 就是连在一起 然后就C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去找 那如果你找不到 你就是要往另外一方面去走 那他们通常就会听 然后就 不是那么简单 我说为什么这么困难 为什么要怎么困难 你又没有试过 你没有试过对吧 没有啊 那你干嘛可以 你怎么会说 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根本就还没开始 但是我发现 其实很多女生 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就是想要被听到了 我们就想要一个抱抱 有时候真的就是 我们抱怨完就说 哦好啦宝贝 来抱一个 对 抱一个就好了 没事没事没事 要不要吃巧克力 对 很多女生就是这样子 对 带你去走走 是啊 所以 我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因为我比较是 克隆很理性啊 对 我只是 跟你说 要怎么去处理就好 对 当我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 心情很差 为不开心 对 然后 但其实我抱 我是一个那种 我在克隆跟在一起 跟克隆在一起之后 我去到的就是 说出来就好了 对 因为我是一个会把 垃圾藏在心里面的人 嗯 我不刀垃圾的 所以久了久之 就演成成这样子 乱七八糟的心理状态 对 对 那其实 其实克隆自己也是 他也不刀垃圾的 他刀完了 他很喜欢躺在垃圾里面 要看事情 其实 我会闷很多事情 但是那个是因为 我的人生的路线 我走了很多 然后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很多就是会很负面 那你很长期的时间 一直在这个状态上 其实会影响到 你的人生的想法 所以 呃 希望会不会有存在 或是你会觉得说 反正就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 如果说今天 呃 就比如说 我跟 我其实跟Chris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对啊 其实 我反而有 有发现 其实很多小问题 在这个部分 就不管是什么方面上 你比较稳定 呃 赚大钱 然后 小小的事情 就是有不见了 其实你的生活 开心很多了 那你就可以按照一个方式 去做掉这件事情 然后 自己以外的 要去想办法 这么去 开心一点 对 但是有时候 他说的一样 就是 有时候生活 就是这么的 这么的残忍 这么的 这么的难过 不是难过 是sad 难过 是很难过 这个生活 我知道 对 所以他说 这样子就是要 一个一个找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修改到 你可以真的是 找到一个点 可以稍微开心一点 所以这个 在我的部分 是因为这样子 太久了 走太久 在这个部分上 然后最近 是慢慢的好起来 我才有办法 可以改善 大家可以真的是 注重心理健康 如果你自己 忧郁症 跟忧郁的情绪 它是不是一样 这不一样的事情 忧郁的情绪 它可能只会维持 个一两天 但是你忧郁症的话 可能是维持长期 它可能都是两周以上的 你会提不起迹 你可能会 嗜睡 你可能会 很痛苦 你可能负面的情绪 会一直起来 然后你可能会 甚至会有想寻死的 这个念头 对 这些都是叫 所谓的忧郁症 那我觉得其实 正是也 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对 那其实 我觉得 因为我有段时间的 我觉得真的 活着很累 这当然是 我们遇到之前 这样子 那你 对 我那时候觉得很痛苦 这样子 当时就是心理智商 在台湾没有那么成熟 对 那时候真的没有 你在台湾 要打心理智商 那么身心科 真说 那种东西都是没有的 对 对 那我一度真的 真的真的很需要 找人谈话 我觉得一半的我 就是现在 是在纠结 他们是在 拔合 拉扯 这样子 然后 我真的很需要 找人说 因为我 有一度严重到 就是我会 恐慌症发作 我有 panic attack 对 就是会真的是 抖到不行 然后就是没办法 呼吸的那种 对 然后 我也没办法 去对身边的人开口 因为我觉得很难以其词 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因为 那时候会有种观念 觉得说 得忧郁症 就是不知足 对 因为确实 我当初什么 伤识 我什么都有了 要钱 有钱 对 要地方 有地方 我要什么 我就是有什么 我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对 可是它就是一个 心理的疾病 你不知道 我没办法说出来 我真的说不出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要有 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一个压力 跟一个 忧郁症 基本上是一个 一个点 就是你没办法说 原因 然后第二个 你感受到的 那个感觉是 五九 它是一个 很灰色的一个感受 你不会觉得 很兴奋 你也不觉得说 很难过 或者你会觉得 说很生气 你就是很 I don't care 真的是 你真的就是 hopeless 我不知道怎么讲 那个感觉 我觉得 网络上都很多资讯 因为我们毕竟 今天这集 真的 就是也只是 潜聊而已 对 就会谈一些身心健康 希望大家注重身心健康 这样子 除了身体健康 因为现在很多人 focus在身心健康 对 而身体健康 但我觉得心理健康 真的 很重要 身体健康 你可以透过很多东西 去治疗 可是心理健康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 去治愈的一条路 对 对 那忧郁症 它可能 除了先天以外 后天造成的原因 也非常非常多 对 那其实那时候 我很多时候都是 因为我 我真的很需要宣泄 我知道我需要找人谈 所以我就会说出来 这样子 那我就是 每当我一发作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 就叫我做喜欢的事 叫我离开窗 我觉得都很困难 所以那种什么 看到优惠症的人发作 要把他带出去 推出去 什么晒太阳 然后带他出去玩 吹吹风 吹吹风 晒在太阳 多少有点帮助 但其实很多时候 是很难的 对 那其实我很感谢 我生命中 有一些人 看到了我无声的呐喊 除了你之外 还有一些人 有看到我无声的呐喊 他们就会很轻地 问了一句 就是你最近还好吗 这样子 然后出来见面吧 但我可能真的 不小处 他们可能就硬要 把我约出来 因为他们看到 我的改变了 对 照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说 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就不一样 对 那个眼神 跟你整个人的氛围 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出事了 你一定有事在心中 所以那时候 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其实我有一次 是有一次朋友的领导 他带着我 他跟我聊聊完 反正就是 他就领导着我 他叫我看着 镜子中的自己 然后说对不起 对 一开始真的觉得 很别扭 很难为亲 就想 什么东西 但他要我真正 看着镜子里面 我自己的眼睛 然后说对不起 对 然后我说 好像大概第五句 第六句吧 我就受不了了 抱哭 我就开始哭 就开始哭 真的是一直哭一直哭 你不知道那情绪哪来的 你就觉得你好对不起你自己 你好对不起你自己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是 我就一直讲对不起 一直讲对不起 大哭 真的是大哭 这样子 也许在很多人 耳里听起来 真的是超诡异 超怪的这样子 但是我想说那是我自己 我在我的人生中 这段旅途中 这是我跟我自己 还有我心中 那个小女孩 和解很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 对 因为我没想到 只是看着我自己 镜子中的自己 然后说对不起 她的这个疗效 这么大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 因为我一直没有去 正视我心中的 那一个心魔 是 所以我没有办法哭出来 我没有好好去宣泄 所以那时候 我哭了好久好久 所以我现在看到 台湾的心理智商 这么的进步 其实我觉得很棒的 我觉得可以去寻求帮助 这个也很正常 而且同时 我也很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 你如果看到周边的朋友 有一点怪怪的 麻烦就伸出手吧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 一个亲切的问候 一个鼓励 一个打气 千万不要叫他讲说 加油 赶快好起来 没有 一个很简单 就是你还好吗 对 你需不需要人陪 或者是这个人 可能是看不起 你看不出来 这个人怪怪的 你就是单纯问一下 你最近过得好吗 你最近还好吗 还好吗 对 就可能是这个人 看起来很开心 很快乐 每天都是做 很多丰盛的事情 然后就问一下一句话 就 你最近还好吗 对啊 他就没有问你 你看起来是过得还不错 但你最近还好吗 我不能讲过得还不错 那我就会说 还不错 你不能讲 你就是简单一句 其实真的就简单一句 就是最近过得好吗 或是你真的还快乐怪怪的 你可以跟他讲说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 我在好吗 那你不孤单 这样子 我们都在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这简单一句话 就够了 就会让我们知道 就是有人在关注 因为有时候 我不知道 就只是需要一个关心吧 就是会累积一个很孤单 就是没有人管我的事情 就是这个感情 这个感受 你会觉得说 你是 我自己的人生 有遇到一次 就是 你会感受到 如果你今天倒在路边上 不会有人管你的 你如果今天死 没有人会去care 你就是死在那边 然后没有人去管你 连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OK 或是你还活着 或者是你在呼吸 没有人会管 会走过去 然后就可能是拍个照 或是录音 然后就走 然后最后 就是大概 大概那个什么 119 然后救护次来 但是也不想要 认真的去救你回来 因为不知道你是谁 是那个感觉是比较 比较 我不会说无奈 那感觉好像是 全世界都抛弃我了 就是 对我来说 这个感觉是 有坏跟好 有一个优点 有一个坏点 那个缺点的部分是 你确实是一个人 你确实是孤单 你确实是没有人可以 去关心你 那优点是 因为这件事情 你是重新开始 你自己的生活的一面 你可以 你想要怎么样的 去创造自己 变成怎么样的人 没有人可以去主持你 也没有人有任何的意见 在你身上 你是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你重新开始的样子 所以你要想清楚 这个部分 在你的身上是怎么样 然后 好好的是 思考一下 走出来 可以怎么说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 真的是多多关心 身边的亲友 如果你觉得他怪怪的话 那 我觉得我讲的也蛮多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想要 对 就是真的觉得自己活得很痛苦的人 或是觉得人生真的很痛苦的人 你有什么想要画 也想分享给他们的吗 因为我相信我的听众们 其实我们的听众们 应该也蛮了解我的想法了 对 我觉得 可以换换客戎 以一个理性派的人来说 我会觉得 不要那么快 不要那么容易 那么快放弃 如果说 你问我的话 我比较不一样的部分是 很多事情在我的人身上 是想要完成 然后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现在放弃 或者不想要完成的话 那我就会让那些人 就是看不起的样子 或是那些人 就是有说这么多话 在我的身上 我会是让他们赢 我会觉得说 他们是赢的 那我就觉得 听起来可能是比较幼稚 但是我自己觉得说 就是反正 你跟我说我不能做 或者我不行 或者我会失败 我那种的人性是 好啊 来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来啊 我是把这个东西 变成我的活力 所以 我很多事情 在我的生活上 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不愿意放弃 很多人就是会问我说 就是反正我在台湾 过得这么苦这么久 为什么没有早会去美国 我会觉得说 因为当下我离开的时候 很多人又一批人 又跟我说 我一定会在台湾失败死 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不会成功 那我就觉得说 我今天如果真的要会去美国 放弃一切 我会觉得 对 他们说对了 他们是说的对 所以我就会把这些东西 就是转弯 然后变成我的活力的一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一天一天来会比较好 你只是要愿意走一步 一步比零还好 所以你至少走一步 一天一天来 你最后就可以跑完 对 就不要放弃就好 对 真的是不要放弃 就是给所有正在经历一些 心理上面的困难的人 我觉得说 不要弃你 不要放弃 我觉得人生还有很多 美好的事物 在等着你去发现 语言是真的 真的非常有力量的 也都不知道 你讲了一句话 会不会伤害到一个人 或是给他这么多的创伤 对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说好话 说点 做个善良的人 这样子 对 那同时那些人 你们也不要去让那些 充满恶意的人 毁了你的未来 让那些人得逞 这样子 那要相信台湾这个社会 对美的多样化 还是在 这观念还是在进步中 这样子 对 那要记得答应 我们FF2 就是要坚持下去 对 就是也许可以像我刚刚说的去看看敬重了自己 说声对不起 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允许 允许 允许自己 好好的大哭一场 这样子 那要坚信着明天 其实会是更好的一天 这样子 只要你自己坚持在你自己的步伐上 这样子 我在你自己的路道上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觉得你就是问心无愧了 这样子 对 你也不是孤独的 那我觉得 听众们 你们也可以就是散发散意 有时候你们真的小小的一个问候 一个打气 或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 他今天妆化得很好看 很漂亮 你给他说 你的妆好漂亮 或是你笑起来好可爱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心中正在挣扎着这一切 他是不是也许今天就决定要 我今天化上我最后一个完美的妆 今天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可是你跟他讲了一句 你今天好漂亮 你的妆好美 或是你笑起来好可爱 你可能就阻止他去 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刻 你永远都不知道谁 是不是正在结束自己的路上 对 所以我觉得你小小的一个鼓励 一个打气 真的可以点烂一个人的希望 这样子 我觉得那些有时候 伸手去把那些悲伤的人 拉出你找的人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 这样子 有一句话是 鲁迅说的一个作家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不妨大步走去 走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 即便前面是深渊 鲸鲸峡 火坑都有我自己负责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们 能够去注意你们的心灵健康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帮助自己 同时也去帮助别人 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记得去向身边的人 寻求帮助 找寻咨询 专业的 你可以找陌生人 可以找熟人 我觉得要怎样讲出来 那同时 您看到身边的人 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你也可以 不妨地轻轻问一声 说你还好吗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这样子 那今天的节目 也慢慢地来到尾声 对 我觉得 如果大家就是 我觉得心里有病 生病的话 这是很正常的 不要觉得这是医类了 不要再觉得他是不满足的 这样子 多多关心身边的亲友 他也许再向你发出 无声的求救 对 那这次录音啊 我们要再谢谢一下 那个 Royce 正极座店的赞助播出 我们都要好好照顾 自己的身体 及心灵 心灵层面可以问题 可以寻求帮助 对 那身体健康也不容忽视 如果你有以下的困扰 像每天使用电脑办公 电书需要做超过 三个小时以上 你的身体硬邦邦 想要维持 确实地维持 你的正确坐姿 使用Royce Royce做正极座店 支撑腰部 包覆骨盆 对 那他的尺寸 还有男女儿童 三种尺寸可以选择 男女的体型和骨盆 角度不同 所以坐姿跟姿势调整 也有所不同 男性设计的降低 重心减少压迫感 女性设计 提高腰部重心 让曲线更美丽 那下面我们会再贴上 我们的这个资讯栏 会再连结 还会有连结跟下单 转属52折优惠 好 对 那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今天这一集 这一集虽然稍微沉重 但我觉得这是 必须要说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去谈的 那既然我们 能够带给大家 这样子的力量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 再传递更多更多的力量 给我们的听众 那也让我们听众 的这些想法 然后都传 跟力量 都在传给自己身边的人 让这个社会成为 更好的这个赛讯 更美丽的循环 我觉得 对 2024了 心灵健康 真的很重要 是的 没错 不要放弃人生 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值得你去体验的 对 在台湾不快乐 我跟你讲 踏出去台湾 你会发现 这世界真的好美丽 真的 很多地方 世界很大 世界真的很大 不要拘腻在这边了 对 走出去世界 我相信你的眼界会有所不同的 是 那我们今天录影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在一起 对 那有任何想要讲的 留言的 或想要我们录的 都可以在下面提供意见 告诉我们 要补充 对 那你记得 五颗星星 帮我们在spotify 然后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们按五颗星留言了 对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下一集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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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